10月7号晚间,美国大选中唯一一次副总统辩论成功举办 两位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与卡玛拉·哈里斯 就新冠疫情、中国等内政外交话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与上场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总统候选人辩论相比 来自共和党的副总统彭斯与加州参议员民主党人哈里斯都表现得更加文明 他们之间的交流大致顺畅,但其间也各自多次打断对方 但是,两人不管是从未来的执政理念,还有从辩论技巧来说 都有不错的发挥,绝对完胜上周的总统候选人辩论 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副手,副总统候选人之间的辩论通常不会吸引太多目光 但在特朗普确诊新冠肺炎后,外界对副总统候选人的关注抖增 面对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两位总统候选人 彭斯与哈里斯的辩论不仅事关中间选民的选票 也体现出美国政治的现状与未来 两位副总统的辩论话题中美关系,非常受选民的关注 两党也都希望通过彰显自己的对华政策来为自己的阵营加分 所以在这个话题上,双方形成了激烈的对轰模式 哈里斯向彭斯表示,特朗普与中国的贸易战显然输了 美国因为贸易战丧失了成千上万个制造业工作 同时,众多农民也因此破产 哈里斯呈现的数据预测,在这届政府任期结束时 美国丧失的工作岗位会超过此前几乎每一届政府 彭斯则对拜登与中国的关系展开攻击 他说,拜登一直是共产主义中国的拉拉队 且从未为美国带来足够多的制造业工作机会 他说,我们输了与中国的贸易战 可是,乔·拜登连打也没有打过 哈里斯在辩论中引述皮尤研究所报告称 美国多个盟友现在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尊敬程度 更胜于特朗普 严格来说,他没有说错 但事实上,那份报告显示 各国对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信心都很低 皮尤研究中心近期在13个国家进行民意调查 询问受访者对美国、中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德国领袖 在国际事务处理方面的信心 在众多领导人中 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约翰逊排名前三 默克尔所得信任比率最高,达76% 特朗普在6名领导人中排名最低 83%的人表示对他没有信心 而习近平则比特朗普优胜少许 但也有78%的人表示对他没有信心 在这场90分钟的辩论中 除了中美关系 新冠则是当仁不让的主要议题 为了加强保护 现场两人中间竖起了透明玻璃挡板 以及远超6英尺的社交距离 这场疫情早已导致美国超过20万人丧生 与此同时 白宫也正在被病毒攻陷 哈里斯指责特朗普创造了历史上 历届总统政府中最大的失败 而彭斯则称民主党的抗疫计划是抄袭共和党的 哈里斯称 彭斯与特朗普在新冠病毒致命性的问题上 故意误导美国人 他们明明知道但掩盖这一切 他表示 彭斯与特朗普丧失了他们再度当选的权利 据小道消息透露 美国将在年底大规模投放新冠疫苗 但哈里斯表示 如果疫苗没有专业人士背书 只有特朗普吹捧 那他将不会选择接种 而领导白宫新冠特别工作组工作的彭斯则称 哈里斯一直破坏公众对疫苗的信心 他认为这在道德上不可接受 两人的辩论在你一言我一语中逐步走向尾声 综合外界评价 两人此场辩论没有十分亮眼的表现 但整体比较平稳 甚至可以称是平淡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 当晚制造最大话题的并非任何一位候选人 而是一只苍蝇一直停留在副总统彭斯头上长达数分钟的苍蝇 这只黑色的苍蝇在彭斯满头银发上显得格外抢眼 一时间让社交媒体陷入疯狂 目前已有几十万贴文都与那只苍蝇有关 关于这场副总统辩论 两位候选人不仅在为自己阵营推选的总统获取更多支持 更是一场面对全民选民展示自己的机会 因为他们的目标可能不仅仅是这一次11月的大选 更有可能是4年后甚至8年后的总统一职 彭斯与哈里斯都有丰富的从政经验 他们对于总统的职位或许早已在心中盘算 所以借此时机能够取得各自党派领袖的认可 或许能够在未来更上一层楼 至于对本次大选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 最后很有可能就像这场辩论的整体风格 平淡且平稳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